记录真实服务民生,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阳春二月万物复苏,俗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再于春 那能否打好春耕这一战役,关乎到咱们乡村百姓一年的收入和希望 目前全国春耕贝耕已经由南到北陆陆续续展开了 这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农业机械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这机械化操作可是既省时又省力 难怪乡亲们都称农鸡为铁牛 不过这铁牛的脾气可是相当的倔 要是不小心招惹到他,那可真是有大麻烦了 不幸啊,咱们一起到河南华县上官村的王启明家去看一看 这老王可是在铁牛的身上吃了大亏 在河南省华县上官村有一个远见闻名的大孝子 他就是56岁的村民王启明 可偏偏就是这个大孝子,却经常让80岁的老母亲给他洗衣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启明究竟有什么难言之意? 看他脱衣服似乎不是很方便 刷完也只用右手刷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或许是怕勾起老母亲痛苦的回忆 在自己的房间里,王启明撸起了左手的袖子 给记者看 王启明左手的手腕以下部分竟然都没有了 是什么躲走了他的左手呢? 这就是悬羹鸡 是春羹时必不可少的农鸡 他和拖拉鸡配套作业,碎土性能相当好 这王启明怎么就被悬羹鸡伤着了呢? 三年前的春羹世界,王启明租用了一台悬羹鸡 我做梦是个好事 以前都是用牛拿料转动机 有生事,有方便 我一开这个机器 这个时候不转车了 下来就试到这个机器 转动机突然停下 王启明误以为是机器出了问题 殊不知,龙鸡手正想休息片 而他并没有注意到 跑到悬羹鸡旁的王启明 危险在王启明靠近时 在家中等儿子回来吃饭的老母亲 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 当他不来了,这我不是秦皇啊 一下手,这机器就有转了 一转把我手转进去了 仅仅几十秒的时间 一场灾难降临在王启明的身上 就这样,三年前的一次不小心 最终酿成了一场大火 妻子去世 还有一个女儿在上高中 如今,正靠第一宝过日子的王启明 生活得十分健康 心疼,那胳膊也疼太不切 然后就这样,我说 你这个按照日子还得给我淡水 胳膊疼,腿疼,整天吃 我一天得十来块钱 十二块钱,我天都要吃 不去王启明左手的罪魁祸首 就是悬羹机上的悬羹刀 这悬羹刀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乡亲们可不能小瞧了他的安全隐患 直播,华县农机局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 现在就给咱们做个试验 农民朋友们 农机在工作期间 他导片这个就是高速选转的 他说威力很大 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打个木过来做个试验 这个木过的直径足有三四厘米 用手掰断还真的有点困难 那么在悬羹刀下 他会断吗 看一下这个箱里的威力有多大 这么粗的木过 一大头都死 祝福人们千万不要把手伸到里边去 那木过的角度 应该人手术那种会什么样的 应该离这个农机局远一些 也是感到挺恐怕的 可怕,非常恐怕 以后再注意点 悬羹刀轴的最高转速达到每分钟270转 平均每秒钟将近5转 这样的速度 如果不小心把身体靠近 很可能身体的某些部位就会被卷进去 往年春羹时 像王启明那样 在悬羹刀下发生悲剧的案例 并不在少数 2007年 在北京市平谷区下个庄阵 村民杨连起 用悬羹机 给私家大棚里的菜币翻地时 就翻出了事 原来 村民杨连起的双腿被悬羹机的悬羹刀卷了进去 右边那个腿悬羹刀已经插进去 左边腿往上面翻了大约90多度 该怎么营救杨连起呢 及时赶到的消防人员 想尽各种办法把悬羹机给拆开后 右腿带着悬羹轴的杨连起被送往医院 人虽然被救了出来 可是悬羹轴还卡在杨连起的右腿里拔不出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 杨连起终于脱离的生命危险 保住了右腿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被卷到悬羹机里去的呢 原来那天杨连起接来邻居家的悬羹机 给自家大棚里的菜饼翻土 跟刀卡在了大棚的架子上 杨连起本想让机器倒回来一点 再继续往前走 可没想到 罢完倒挡 他直起身子的时候 被大棚里地矮出的架子给绊倒了 他没等他反应过来 机器就直接向他冲了 两条腿就被卷到了跟刀 老湘羹连起的腿伤 给春耕农机安全作业敲响了警钟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 像这样 腿被悬羹机压伤的事还在发生 2008年 安徽怀远县村民杜怀远 在耕前时因操作不当 右大腿被十多厘米长 四厘米困的刀片悬着就刺了 后经过当地消费人员奋力抢救 才被及时送往医院脱离危险 这些农机事故 咱们的乡亲们都应该引以为戒 一时疏忽 让他们后悔莫名 危险四伏的铁牛 麻痹大义不村民 春耕 我们该如何安全度过 铁牛闹春耕正在播出 尽情收看 华县农机专家告诉老姜们 无论是小型旋征机 还是大型旋征机 都存在安全以外 那么 乡亲们怎样才能远离危险呢 这铁牛存在的安全隐患 除了乡亲们自身要注意外 咱们农机手也要提高警惕 据统计 2008年1到11月份农机事故中 因操作失误 不证驾驶 为年检 基建失灵 设施不全等引发的事故 一共是1315起 那么在春耕期间 农民朋友们是怎么审核 自家所请的农机手呢 记者在山关村做了一个小调查 查干他在证件里面 是人啊 不太之一吧 还是谁啊 那你看不看其他他的证件 这个 但我们村里面有 这要打得好 所以我们就叫他 那你觉得什么是合格的农机手 也在农村吧 也是都没这个 一般的开除了 一个都都兴议了 都没感到他有他的危险性 合格的农机手应该具备驾驶证 农业作业质量上岗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大部分村民对农机手的资质都不太关心 疏忽大意会惹祸上身呢 对农机手的要求咱们丝毫不能放松 尤其是春耕前农机手对农机的检修问题 那么在检修的过程中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检修中主要是应该 检修这个机器的这个几个系统 你比方养花锡 热油锡 还有行走部分 走在农机专家旁边的老江陶自伟 可是干了三四年的农机手了 对于家里这台刚刚检修完的大型悬梗机 农机专家能否挑出毛病来呢 你说这不松 最后再把这个瞧着这个落船 到底松了吗 这种情况 这基本上这场的丝都不会这个松 又又松了 问题一 刀片固定螺丝没引起 如果刀片松脱 会引起机具损坏 甚至引起飞刀伤人时 食用钱请夹住6公斤吃肉 买了一团 那是6公斤的夹住了 你三十块就夹住了 还是就是买了什么 那是夹住了 你现在应该再加上一点 少加上一点 问题二 齿轮油没加满6公斤 齿轮油长期没加满 可引起齿轮磨损严重 导致悬梗机抛出大土块 引起伤人事故 看来这陶自伟还真是应该认真的 重新检修一下自己的悬梗机 要是等到惹磨上升的时候才认识到安全隐患的严重性 那是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农机植补的事 今年买农机比往年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那如果您想在最近买农机 该怎样享用农机植补政策带来的实惠呢 在挑选农机的时候 又该怎么样去辨别农机的好坏呢 我们准备好了 6270-1885-6270-1885 机制木炭设备 利用锯末 稻壳 生产的机制木炭 发热量大 燃烧时间长 电话010-6277-2889 一加一炸油机 农业机械间谍合格产品 采用分析压榨提高出油率 有紧 纯胀清量 电话010-6333-9991 本栏目广告 牛中式精巧国际常委有限公司 独相代理 2009年 农机补贴品种 补贴种类再次加大 连购买到国家植补农机 真为产品如何辨别 铁牛闹春羹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这几天啊 华县西街村农机大户李兰生的腿都快溜弯了 他在忙活什么呢 2009年这个农机制补有夹打了 我还想咱买一台 这个拖拉机 老乡李兰生告诉记者 他们家有三台农机 其中有两台参加了农机制补 总共补助了三万两千块钱 三台农机一年 能为他们一家老小赚回来六万多块钱 那小日子过得可真叫红货 自2004年 中央颁布一号文件 对农民实行农机制补政策以来 像李兰生这样 稀稀购买农机的农民还真是不少 今天是想过来买这个农机的吗 是啊 现在买农机政府都补贴了 给农民展示很大的负担 很好啊 现在 七八年以前 就是大拖 包括这个收购机 我在农机农司的时候 一年才小二二三十台 我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别是菜 就花一种收购机别是菜 到底怎样才能享受到 中央的农机制补政策呢 咱们呀 跟着有经验的李兰生走一趟 就全明白了 诶 他怎么跑到华县农机局了 原来他是来办手续的 办什么手续呢 分身提示 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程序一 到乡或县级农机部门 填农机购置补贴申请表 和农机购置补贴协议 来之前 请带上身份证 证明您是当地 具有购买资格的农民 老乡李兰生要买的拖拉机 市场价为七万三千三百三十块钱 按照国家优惠百分之三十的农机补贴政策 他能省下两万八千块钱呢 那买农机的钱应该交给谁呢 分身提示 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程序二 拿着派张了两份表格 到当地指定经销商那购买农机 购买农机的钱为市场价和国家补贴的差价 老乡李兰生这几年 可是靠农机赚股的腰包 您瞧 这四五万块钱的拖拉机 可是说买就买 李兰生说 今年的春羹 他又能赚一大笔钱了 就是那个拔条跟材毛整 收拾全没办法呢 下一步就可以开始了 那我都开始了 哎 马上要提货了 这验收农机时要注意什么呢 整理了这个产品吧 它都各个创家的商标 不是整理了它就没用 咱们还真别小瞧了 这正规和不正规的区别 下面就一两片农机刀片 做一个实验给您瞧瞧 你默认一点 这个我不见得出来 我这一个看着是破这个事情 这样我给你做个实验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两个通事 迎对迎就是捧一下 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通事一捧 它都挖下 所以一点也没有行事 这个刀片如果农民买走 可以说 一旦超过五十目的 就把它摸行完了 但这个可以最低的 达到一千目的 至一千二百目的 老乡李兰生今天收获颇风啊 不但买了新一已久的拖拉机 他学到了挑选农机的小常识 哎 他还要提醒各位呢 分心提示 购买农机注意事项 要挑选有良好售后服务的农机 付款后 经保留好发票和三包证 目前啊 各地农机部门正在加快实施购机补贴政策 保证春耕前将政策落实到位 农民呢 购置积居到手 我在这儿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农民朋友 在使用农机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小心加小心 安全房的第一位 别让铁牛再次发威 酿成悲剧 水是生命之源 五十年一遇的冬季干旱 使我们的生存生活受到缺水的严峻考验 另外在这儿呢 我们还要提醒您一件事 那就是春季气候干旱 别忘了节约用水 在春耕备耕阶段 如何能够更好的节约用水呢 如果您还有哪些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节水感受 欢迎您告诉我们 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联系电话 010-6219-0567和010-6219-3567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站生活567栏目的首页留言 还可以给我们发送短信 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发送p加留言到1066-9999-200 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生活567和你在一起 我们与您不见不散